周休三日大家觉得如何呢 昨天劳动部邀劳资团体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专家学者 针对周休三日的议题开会讨论 劳动部指出 劳工团体在会议中提到 目前百工百业缺工 缩短工时可能加剧人力短缺的问题 也影响工资 现阶段要强制的实施周休三日 是有难度的 对此全产总政策部的主任李嘉玉认为 尽管全国一致推动有难度 但是仍建议政府可以透过增加国定假日 实质降低总工时 不过这个消息一出 也引发了支持周休三日的民众反弹 周休三日的议题持续延烧 超过五千七百人在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联署 但能不能让台湾成为亚洲 第一个周休三日的国家 七号劳动部邀集劳资团体 跨部会进行会议协商 有了初步共识 大方向是好的 但是现阶段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发现在不同的 这个生活的领域里面 都这个周休三日会影响到 大家目前的一些作息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来实施 全面性的周休三日 那缺工的情况会更严重 老字团体认为 现阶段各行各业缺工问题尚未解决 缩短工时恐怕让缺工加剧 营运成本增加 变相可能减少劳工薪资 至于教育部认为 一桌上课总时数三十五个小时 维持不变 如果天数从五天变成四天 但日上课时数会增加到八九个小时 也会让寒暑假放假天数缩水 而股市如果每周多休失一天 一年证交税恐怕会少掉三百亿元 强调现阶段强制实施有难度 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算让反弹 支持啊 当然支持周休三日啊 会努力的还是会努力啊 对啊 不会努力的就是 就算他上班他还是在拦弄啊 你休假你不是强迫大家 每个一定要怎么休 你应该是让劳工享有休假的弹性 企业可以针对就是 工时的一个弹性做一个调整 收短工时的部分 我们是觉得最直接的方式 当然就是可能 国定假日有需要来调整 就增加国定假日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专家强调尽管全国一致推动有难度 但建议政府可以透过增加国定假日 实质降低总工时 至于能弹性工作的职业别 公司企业也能示范看看 以效率值取代高工时